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22号在海南三亚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南海支盼共襄盛会 三亚市体育中心内56个民族欢聚一堂 开幕式上各代表团和现场3.5万名观众迎接国旗仪仗队入场 行进中各代表团进行了30秒的助庭表演 入场仪式完毕 全场起立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21时 王沪宁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之后 以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心圆梦新征程为主题的文体展演 拉开序幕 展演分为天下一脉 中华一体 团结一新三个篇章 展现了各族儿女牢固树立 修气与共 荣辱与共 生死与共 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团结奋斗 扬帆新征程 共援中国梦 本届运动会为期九天 6960名各族运动员参加18项竞赛项目和170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开幕式前 王沪宁会见了运动会组委会全体成员 各代表团代表和运动员代表参观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展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成果展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持团结奋进 当好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践行者 坚持守正创新 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者 坚持宁心俱立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者 激励各族群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共同奋斗 石泰峰出席上述活动 坚持宁心俱立 当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